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了两部影片揭露蔡英文总统选举做票的一些事实 他们把这些记录下来 然后他们编成了一个影片 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分析 这些分析呢我都觉得非常的到位 结果这部片子网上生存了两天 就被台湾的刑事警察局给强行下架了 为什么这两天还在讨论呢 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讨论呢 因为有网友传给我一些line一些简讯 说现在在台湾的某某报纸 我就不说那个名字了 某某报纸也有网络上以及电视上 包括刑事警察局 刑事警察局也通过视频 通过文字都已经发完了 说某某某某被逮捕了 然后被怎么怎么样了 这个事情都在有 然后有一些报纸呢 也出来也跟着跟风 这个报纸显然是民进党的报纸 就是说如果再有这样的现象的话 将罚款将怎么怎么着 怎么怎么着 就是一个重锤 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两天呢 大家纷纷的来信在讨论 有人问我 就说目前杰森怎么样 那我呢为这个事情呢 我也刚才跟杰森又沟通了一下 我问一下他的现在的情况 是不是还安全 另外他自己呢 今后未来应该怎么做 所以目前我能得到的信息 就是目前杰森他还安全 他还能跟我们保持差不多 每天都会和杰森 如果保持一个简单的沟通 我知道他还安全的在生活 我知道他还在台湾 但我们想了解这个事情 看看我们再跟踪一下 到底这个台湾政府 他想对杰森想干什么 台湾政府比较难的就是 杰森他现在是美国公民 他持的是美国护照 他不是台湾人 他不是台湾公民 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杰森目前我对他的安全 暂时我觉得可能问题不大 因为蔡政府想要去干掉一个美国人 这个惊动可就大了 并且呢 杰森也告诉我 他已经给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写了一封信了 我有他这封信的全部内容 我也看了一下这封信 主要就是说 杰森他认为 他作为一个美国人 他认为台湾是这种情况 他认为 以他的认知 我们一个美国人 把台湾过去 其实定义为是一个民主社会 现在发生了这样一个现象 他是希望把这个事情呢 讲给美国总统Donald Trump 去跟他讲一下 那这个动作他做了 目前呢 我问了一下 杰森我说 Donald Trump有给你回信吗 他说现在还没有接到回信 情况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通过这个事情呢 我可以感觉到 第一 杰森呢 他没有屈服于 蔡英文政权的对他的打压 虽然两部片子强行下架了 但是现在呢 我发现 不仅仅我们这个地方 在其他的地方 也有在上传的 因为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上传 因为他们做这个视频的 一个题目就是 要让全世界知道 台湾总统是做票的 因此 我们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就是我得到了 杰森的同意 把这个视频 我帮助他 二次上传 上传以后呢 我们还是向全世界播放 而且有更多的人上传 更好 越多越好 同时 杰森现在 他既然他给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写信了 就是杰森 他不希望看到台湾 是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 以他过去对台湾的认知 他认为 台湾是一个 美国扶持下的一个民主社会 这是他原来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现在他亲临台湾 他在台湾那个地方 他直接接触了这些人 接触了TVBS 他的朋友 接触了国民党的一些高层人士 最后他得到的结论就是 现在台湾已经不是民主了 完全没有民主了 就是一个党 金光党 这个政府 就是一个独裁政府 他现在在现场 在亲临台湾的时候 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所以呢 这种东西 希望美国总统能够引起重视 就是我能看出 Jason他这样的一种举动 一种态度 至少他没有屈服 他并没有离开台湾 并没有说不行了 我就走 他没有 他现在还在台湾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各方面 如果尽可能的话呢 我说只要需要我帮助您的 尽可能告诉我 所以刚才Jason呢 他说他希望我转达 他的一句话 给所有的朋友们 我问他 报纸上有说对你进行罚款 我说现在你有没有 接到政府那个罚款通知单 如果你接到了 请你传给我 我向全世界公布 Jason说 还没有接到 所以他希望把这句话呢 传达给大家 目前那些报纸也好 什么那些视频也好 他们说对Jason的处罚 Jason他认为 应该是借此 对台湾人民的一种恐吓 就是说你看 我这个人都这样了 如果怎么怎么样了 我就对你怎么怎么样 什么罚款三万都出来了 类似这样的东西啊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第一时间和Jason 保持了一下沟通 我要得到一手材料 我要确认他们这些报社 这些文章 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所以从Jason给我的回复来看的话 他们放出来的全是假新闻 而Jason告诉我的是真的 就是目前他尚未接到罚款通知书 一旦接到了 我希望Jason能够给我 然后呢我把它向全世界公布 看看台湾这个警察局 是如何对一个美国公民 仅仅是上传了一部片子 而是揭露他的作票的片子 就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待遇 我是希望能够始终 跟踪一下这个话题 所以到目前的情况来说呢 和大家汇报一下 就是Jason他告诉我 他本人现在身体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并没有接到刑事警察局的罚款单 并且他也说 他说这个罚款单呢 也许不是来自于刑事警察局 也许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什么地方 现在他还不知道 至少暂时还没有接到 另外他也看出来 他认为在台湾现在政府 透过媒体放的所有的消息 都是在恐吓老百姓 恐吓你们不许再干 如果再干的话 就怎么怎么着 有可能 因为Jason他是美国公民 因此台湾对美国公民下手 可能他就要考虑考虑 但是像普通的台湾人民 如果你们是台湾公民 可能蔡政府下手 就会更狠一些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我是把第一时间得到的消息 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这是关于Jason这个事情 如果后面还有什么 后续的新消息的话 我还会陆续的告诉大家 比方说美国总统有没有给他回信 当然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高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一个美国总统他不会回复一个个人的信件的 但是至少这个事情可以告诉我们 Jason他没有屈服 他在向Dr. Trump在抗议实际上 虽然这是一封信 其实他是一种抗议 就是你支持的蔡英文 现在搞得这样 你知不知道 当然他只有传达这样的信息 信很长 当然我们为了保护Jason的隐私 所以我这信内容 具体内容我就不公布了 我只是告诉大家 Jason有向美国总统写信 告诉Donald Trump 他所遭受的待遇在台湾 这个动作他是做了 我们觉得应该给你鼓励 应该向美国政府说 那个地方是一个独裁政府 是一个造假的政府 是一个骗人的政府 这个动作越多越好 好这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 有朋友在LINE里面和我讨论 他说现在关于韩国瑜这个事情 韩国瑜这个事情呢 很集中的一个点 他说到了就是中选会这个地方 看来问题比较严重 他说能不能建议叫改组中选会 这样能不能让这个台湾选举 能够稍微公平一点 我跟他的讨论的是这样 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说现在不是改选不改选中选会的问题 你要看中选会是谁家的后院 中选会是蔡的后院 你怎么可能不经过蔡的主子点头 就把他后院给改了呢 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蔡现在玩的是独裁 对外说的是民主 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呢 一个很重要的机关 一个很重要的机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蔡已经牢牢的握死了中选会了 当他握死中选会的时候 他独裁透过了中选会 来转化成民意来实现他的独裁 这个确实是我前两天讲了 是整个民主社会里边 我们研究民主制度里边 一个新的现象 就是他包装成了一个民主的外壳 里边玩的是独裁 而这个外壳呢 还在欺骗全世界 至少他在欺骗整个的西方世界 欺骗那些民主世界 告诉大家 说我还是跟你们一样 是一个民主社会 在乌拉巴拉在投票选举 但是实际上 他已经牢牢的控制中选会了 本身控制中选会 控制选票 如果在西方世界 在西方的民主世界里边 这么做的话 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但是在蔡英文这个岛上呢 他不 他就牢牢的握住 所以他改哪儿 都不可能改中选会 这个是肯定的 蔡有两个地方 绝对是不会改的 中选会 只要他现在握住这个权力了 是绝对不会改的 第二就是司法 他绝对要往回改 让这个司法来保护 他这个极权政府继续的执政 目前这个司法 他为什么总是用立法呀 用什么反渗透法呀 他是觉得目前这个司法 不足以让他操纵那么的灵变 想打谁就打谁 想杀谁杀谁 想关谁就关谁 想抓谁抓谁 他现在还没有做到那么的顺手 所以他不断在弄出一个新的法律 去抵消那些旧的法律 而且新的法律 你看看每一招出来以后 都是他的极权 对付老百姓的法律 全是这个 为了巩固他的独裁政府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因此呢 改中选会不可能改 要把这个蔡英文把它改掉 要把这个人给他 给他霸下去 要换上一个真正能够实现 民主法治的一个领导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蔡 他不会这么轻易的去放弃他政权的 蔡夺取政权不容易呀 蔡为了夺取政权 你看他做了多少事情啊 做了多少假呀 用了多少的国库的钱呢 本身在选举这个定义上 用钱本身就是犯法的 蔡政府用了多少钱 用网军本身就是犯法的 蔡用了多少的网军 在所有的开投票所 这种作弊本身就是犯法的 蔡做了多少 所以整个现在台湾的政府 他做的一切一切 其实都是犯法的 但是呢 台湾这个地方 是个一个流亡政府 是一个没有人管的政府 谁也管不着他的政府 所以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手里有点钱 有钱可以使鬼推磨 这个也是说了很多次的话题了 所以这位网友呢 他给我传的简讯呢 他认为改变中选会 就能够改变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那因为这个话题 因为是罢韩这个事情引出来的嘛 既然引出来的话 我们就再谈一点 关于罢韩的事情的 我们的观点 罢韩这个事情两天过去了 我们虽然是看到 韩国瑜的律师 替他向法院提出 停止罢韩投票这个动作 虽然是这样提出来了 但是我想韩国瑜身边的律师 以及韩国瑜这些人 在台湾这块地方 生存了一辈子了 他们应该比我们这种人 更了解台湾的法律吧 他们这些人 也许都是从国民党出来的 他们应该更知道 台湾的司法系统 是一个什么样的司法系统吧 他们现在拼命的 推韩国瑜 走司法这个程序 难道他们手里边 就没有估算一下 这一步棋 胜算的几率有多少 难道他们没有估吗 我是认为 如果问我的话 很多网友都问我 你怎么看 如果问我的话 我是认为走司法这条路 他胜算 百分之五都不到 为什么我还是留百分之五呢 我只是希望能够 看得有一个法官 是不是能够站出来说话 是不是可以这样 百分之九十五 其实我都认为走这条路 基本上是等于零 基本上属于不可能的 但是韩国瑜身边的那么多律师 帮他出主意 都是走这条路 我认为民进党 我们现在分析这个问题呢 我们站到民进党那个角度来看 民进党现在政权在握 徐国勇在握 所有的司法大法官在握 民进党他害怕你走这步棋吗 如果我是民进党的话 我觉得我最不害怕的就是 你给我来司法程序 你提案吗 你提案 我还跟大家说 你看我们多么的公平啊 我们多么的法治啊 我们给你韩国瑜 你可以透过司法来解决啊 堵住了很多人的嘴 这步棋如果站在民进党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民进党最不怕的了 最不怕你走这步棋了 民进党就希望什么呢 现在社会大家安安静静的 不要出声 就像他们说的 不要得罪 不要对抗 要和平 要安静 要静静的 民进党希望这边静静的 那边呢 你找两个人给我递个状子上来 我呢也审一审 真的假的我也审一审 给你理论理论 这个是民进党最不害怕的事情 而韩国瑜的阵营 现在干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民进党最喜欢的 最体面的 最不丢人的这种做法 其实这招呢 不是最好的招 民进党前不久 在网络上放了多少的消息 透过那些过去的直播主 透过了所有的1450网军 在网络上大面积的封杀 封杀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封杀就是 在罢韩那天 不要去投票 让投票所没有人 而且到门口去监票 去数票 数你一共走进这个投票站 走进了多少人 我把这个总数记下来 然后跟他最后 做票的数字相对 如果每个投票所 都把这个录影录起来 都记录下来了 我就按这个记码器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我就按 按的时候我自个儿再拍 只要我按下来 一共走进去了多少个人 这个民进党的做票 就直接破掉了 现在民进党其实 最害怕的是 这个 民进党第二害怕的是什么呢 红山军运动 这个是他非常害怕的 因为当年 陈水扁就是被这个 红山军运动给搞得 是晕头转向 一头雾水 所以就这几个招来说 如果我们站在 坐在蔡英文这个位置上 来看 怎么对付韩国瑜的话 有这么多的方法 对方有这么多的策略 而民进党喜欢什么呢 假装的告诉大家 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 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 你有什么意见 你可以透过司法来解决 我认为韩国瑜身边周边的这些所谓的律师 搞不好都是国民党的律师 搞不好这些律师都是替蔡英文说话的律师 把韩国瑜加持到另外一条道上去 请您走上司法这条路 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现在都可以到你 半年以后 司法这条路可能是打差 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法官 心里有 敢不敢做 不知道 能不能让你做 不知道 在台湾在选法官的时候 他事先都会知道 你这个法官什么倾向 如果你倾向他 我就让你上 如果你倾向这边 我不让你上 为什么 因为我倾向他 这个在台湾过去历史上 也发生了无数次的案例 很多案例都说明这一点 就是 法官是有倾向的判案的 如果你倾向是这边 我不让你上 我不让你干 这个整个 为什么台湾百姓 有70%不相信司法呢 就是他们自己 已经把司法整个给做烂了 整个不让人民相信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瑜周边的律师 我深度的怀疑 没有几个好律师 我深度的怀疑 他们出主意的主要的动机 可能根本就是想 把韩国瑜引向一条 罢掉那条路 而且是把韩国瑜引向一条 安安静静的你给我滚 安安静静的你给我下去 不许你挑动韩反门抗争 这个是民进党一直在想制止的 所以这一群律师 按照他们对记者说的 有N多个律师 在跟韩国瑜说你这样这样这样 我深度的怀疑 这一群律师可能都是蔡英文的打手 忽悠韩国瑜 你走那条路 我们在之前也看到了 有律师某某律师 拐了个娘娘枪 在这个自媒体上说 我是律师 他们不懂法律 包括说我们也不懂法律 你不懂台湾的法律 我们的法律就是 我们要去投票 我们赞成票 多于反对票 我们就赢了 这么智商低的律师 还在那说话 这些律师都是蔡英文的打手 都是爪牙 所以这次韩国瑜 我这两天想了一下 我认为 韩国瑜走那条路 是民进党最喜欢的一条路 如果你只有这一条路的话 那一定是被这帮律师绑架上那条路 一定不是最好的一条路 现在民进党最怕的两件事情 一 红山军运动再起 第二 在罢韩日那天 没人 没人去 有一帮人在旁边数数 拍照 这个是民进党最害怕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等着看 我们看看下一步 韩国瑜应该做什么 无论韩国瑜说话还是不说话 韩国瑜现在只是一个象征物 象征了什么 象征在台湾在高雄这地方 是不是要让民进党这么横行霸道 这么作恶多端 这么公开的做票去做掉一个市场 韩国瑜他不说话 无所谓 他愿意出来说更好 他不说话 我们到那天依然这么干 人民战争面对的是一个邪恶的政权 这个邪恶的政权 他这次要做票 他这三十几万的联手书 到现在都不敢公布 他都不能公布 他不可能公布 这个都是假的 既然现在一路下来都是假的 最后那个还是假的 台湾人一定要站出来揭露 就像杰森他们做这部影片 要揭露他们造假的事实 全程录像 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他整个走进去多少人 全程录像 换着录 记上时间 因为我们录像都有时间 积电到几点 电池多带上几个充电宝 带上 换着去录像 全程都录下来 不管他有多少开票所 全去 只要把这个录下来 实实在在的 这就是证据 和他们做票的金额一对 我可以保证 走进投票所的人 绝对没有57万 绝对不可能有那个数 他们一定要做票 做一个大的分母出来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 韩国瑜最后 一定有一个罢韩投票日发生 前面不管你做什么努力 不管是你司法什么 怎么怎么着也好 中选会怎么怎么也好 我可以告诉你 全没用 一定会出现一个 罢韩投票日那天 我们等着那天的日子出来 我们再说话 好 今天说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